超過500名罷工工人 在葵方一間藉教會開會 商討外判商加薪0.8%的方案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會議 一致決定不接受外判商的方案 馬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 批評外判商只是單方面拋出加薪方案 未有觸及到工人待遇問題 要求外判商返回談判策討論 這些都是資方用的手段 十幾二十年來都是桌底掃 就打算解決所有問題 還有我們過去這五次的談判 都未清楚交代了 即是資方學邊未清楚交代了 吃飯的問題 去廁所的問題 24小時工作的安排是怎樣 這些他沒有談得很仔細 就是說純粹達過數字 就打算蓋了這次工廠的問題 他這個手段是不會得逞的 我們暫時是不會接受任何方案 暫時我們都是堅持雙位數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外判商期硬 不願意開會 連累工人失去四千元的復工花紅 何偉航就說工潮已經覆蓋所有的外判商 他們有足夠的談判籌碼 每一次資方說的話 我們工友 特別是罷工的工友都不相信 之前說五加二的終極方案 現在又說九點八 其實很多說話都是帶有恐嚇的 威逼的成分 威逼加利油 市民的眼睛很雪亮 工友的眼睛更加雪亮 看到的情況就是 說你今天給了四千元 明天可以減你 甚至之後給多少你不知道 可能明天又減回你的薪金 勞工處表示 會因應工會的要求 安排新一輪的會議 並且向資方轉達 但外判商永鋒就表明 一定不會返回談判場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彭樂妍報道